Hello, 各位朋友, 大家好 這幾天, 這幾星期 因為我們有分日夜班 有一個做日班的同事 好像有些東歐人 我覺得很久沒見他 我就問那些Shift Runner 我問誰誰是不是沒有做 他說不是, 他只是請假 後來因為我們之前 因為大家都共事有三年幾四年 一齊新開張的時候, 一齊到 所以我們自己私下, 以前都有聯絡 我就WhatsApp他 我問你是否找到工作, 為何沒有上班 他就告訴我 他兒子 他說他只有十二歲 他說我 他兒子進了醫院可能有兩個星期 他說現在他好了很多 我可能遲下會上班 因為請假請了四個星期 在之前 他之前跟我說過 他住的都是政府屋 因為屬於單親 單親媽媽 有三個小孩 兩個女兒, 一個兒子 他就說 看見他門前 因為那些政府屋 政府屋很多都是那些 又隱藏了很多那些販毒啊 罪案啊 那些沒有職業的人啊 沒有正式職業 通常都是靠拿政府錢 他說他發覺在他門口附近 有很多人在賣毒品 所以他說他一到晚上 同一小孩都不出門了 但是 你不出門 你兒子十二歲 有時候 或者那些人 想留你兒子買東西 或者想加入 有時候很難說 這些不知道什麼原因 我也沒有詳細問他 我記得我另外有個朋友 之前說過 又是單親的 他是因為他老公打他 而他老公被社工禁制不准回家 想起分開了幾年 就當作單親 他也有拿多少政府錢 那K君呢 就是第二個 說他和他老公分開了那個 那個 那個 之前在他的門前 有一天 就應該幾個月前了 有一個那些年輕人 直接是被用刀被人插死了 正正在他門前 所以之前他想想 自己沒有能力搬家 現在住政府屋 不錯 又不用交 即是要交租 但是政府出賣 其實也是叫做不用交租 扣這樣扣那樣 但他很有志氣 那如果你做十六個小時 你的小孩小的時候 那你就可以拿多些 即是生活費 但是小孩越來越大的時候 政府現在都沒有那麼富有 也沒有那麼多錢 再津貼那些人 即是不做事 那所以如果你的小孩超過 十二還是十六歲之後 那你就一定要賺份工 就算做十六個小時的都好 如果不然他會停你的benefit 那之前K君因為他門前 就是死人 那他本身打算不想搬家 即是不會搬的 我長期會在那裡住 後來都低起心肝 我要做三十個小時 四十個小時 我要買屋搬 因為太危險了 那麼他又有兩個兒子 他覺得是太危險了 而現在新的兒子 他兒子十二歲 直接被人插到那個 他是沒有打算搬家 他前一陣子還用了幾千磅 去裝修自己的那間政府屋 因為他想著不會搬家 雖然外面環境不好 但是因為他根本沒有能力 在傑家的地產市場 買到一間屋 所以他也沒有想著換地區 因為可能到處烏鴉一樣黑 他就想著這樣 但是自從經過兒子被人插了之後 有時候很難說 還有沒有第二次呢 是不是 我記得我以前都住過政府屋 就是我來了英國幾十年了 最初來那幾年呢 我就住過三年政府屋 那 住政府屋的時候呢 我覺得旁邊那些人 對我們歧視的眼光很嚴重 他們一般來說呢 會以為中國人呢 很有錢 在英國那些人呢 都以為中國人呢 個個都是金礦來的 個個家都有金銀首飾 很有錢 他們想著 那我曾經 住入去一個星期呢 就有人想 拿磁羅斯批 那時是三十多四年了 說要來修理電話 其實就是想打劫的 那段一次呢 然後呢 駕車出去呢 你要行出幾個彎 才到那個公眾停車場 学校也很远,所以认为很多都不方便 旁边的人对我们特别仇视,他也是单亲 当时我不是单亲,我是因为生活环境所迫 有三个弟弟,所以逼住政府屋 旁边的单亲妈妈的儿子已经九岁十岁 真的没有教到那种 久不久没有玩,就剪断我们晒衣服的绳 因为晒衣服绳政府不会供应,你要自己买 还要找人再博回去 前面那道木门仔,到腰这么高 叫做花园仔 有道木门仔,他都专专和你弄坏鎖 叫坏鎖,这些属于政府公物 因为政府屋,政府会找人来维修 但你维修得几次,你都很烦 很烦 那弟弟在这跑来跑去 因为那些长板很单薄的 正式的屋应该最少隔两层砖 他们最多是一层,或者分分钟是一层砖上搭块木板 简单方便 所以隔壁,隔壁说话都听到 小弟弟跑来跑去 就算在第二个厅 他们都会感觉到你们吵 有一天,休息 我老公买一份排骨 斩排骨 打算煮菜 那个女人就走 最初拍摄那棵墙 除那棵墙 说他斩排骨吵 然后直接几分钟之后 直接走过来 用粗口来骂我老公 说他 吵着他日头睡觉 说两三点钟 你睡觉你的事 因为他说他做晚班 做夜晚 所以他日头只可以日头睡觉 那当然我那个都不示弱 天干白日 什么 所以我觉得在这里住 很不安心 但是 后来就 和朋友转借 借了几千磅 因为那时候幸好 一间房子都只有 二十千 十几二十千 可以买到一间房子 那怎么都叫做私人物业 是吧 和朋友转借 借了三千磅 他说买到一间二十千的房子 就算里面不是太好 但始终都是自己的私人物业 那时候 旁边的那些人 对我们 对中国人 我搬到新屋 他们都非常好 非常友善 所以这个 可以说 虽然政府屋不用钱 或者他出租给你 但是 对弟弟的发展 其实是很担心 因为晚上你不敢出去 平时有人拍门 他们一住住几十家 政府围住在那里 几百家在那里 你不知道什么人拍门 有时有少少风吹草动 或者隔壁吵架 打打骂骂 那你又会害怕 不知道会不会 这个什么 城池失火 央及池鱼 所以都是应该早走早着 但是好像 今次说 12岁 儿子被人插到 那个女人 他其实是很有钱 因为他拿了 他的大女儿 都已经15岁 他拿了 十多二十年的政府钱 他每个假期 他在公司做 他只要求公司 给他16个小时 因为一超过16个小时 政府就会缩减他的 就是那些政府金 那些穷人金 他只有做16个小时 他才可以维持到政府 或者继续给他几百磅 一个月 那他又不用交租 那他只是一些什么 他自己开车 跟着一有假期 就带那些小孩出国玩 就是说他根本是富有 他开车去那里探 去那里玩 坐飞机 其实 住政府的人不一定窮 只不过他不想改变 那现在经过这件事之后 他有没有想着想改变 想换屋呢 是不是 或者他也是想换屋 因为现在屋价越来越 越升了 好似之前 然后K君呢 整年之前说想买屋 他那时候想 啊 200千我可以买到那间屋了 就是两个房 两个房 或者三个房 那些 跟着 三个月之后 看看同一间屋已经卖了 跟着附近那些屋呢 已经250千了 起了几十千 根本你是飞毛腿 那样 没有人可以追到那个价 尤其是 我也解释给他听 你不是说 你家屋200千 你买回来 就200千 就算你有那些钱 卖了 你也装修 卖现缩 很多 很多支出 是不是 靠你打一份工 多路多得 一个钟 譬如5磅 我现在做20个钟 我希望以后可以做到60个钟 你想吗 你那么容易吗 是不是 有很多要想得实际一点 不过始终 有这样的想法是好 好过你完全没有想着 我需要改变我现在的环境 你如果自己有困难 你不自己争取或者要求 或者找捷径啊 找什么路途去改变自己的生活呢 谁可以帮到你 没有人可以帮到你 你想改变的话 你就要自己去争取 是不是 自己去争取 或者存钱啊 或者 就是 有 或者 有其他的方法 但是 你完全想着 没有了 我哪里有那么多钱呢 我根本 也都供不起 我就继续 这样的生活 这个选择就是你自己的了 任何人都要为自己的选择而负责 和付出代价 祝他好运 但是 就是说 我们需要 想要的东西 或者你想梦想成真 真的不要在那里发梦 要自己争取 要有行动 要有计划 OK 希望 希望 我的朋友 将来都会想通 不要再第二次 再出事的时候 因为有一次 就有第二次 尤其是 那些人 第一次插你不到 只是伤了一点 第二次又会再来整他了 我们都不希望有这些事情再发生 不过 如果 即是说 他不再去想想 人家以前古代的孟母 都说孟母三千 为了自己 弟弟的将来 和 不要说有没有成就 只是希望他们平平安安 人家都搬遷了三次 这些环境对自己的弟弟的发展不好 就搬去第二条村 跟着再搬去第二 所以 所以 很多时候 你的孩子 你的弟弟的成就 很多时候 是依赖 父母的想法 父母的帮助 OK 今次大乘小事 说到这里 多谢各位收听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